哈喽,大家好,我是建人哥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发生什么事 大家有没有曾经听过某个人的声音 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值得信任,好想认识他 但是不是也曾经听过某人的声音 你就下意识地讨厌他,不想跟他说话 我们可以透过声音去判断一个人 因为里头传递了太多讯息给我们 本书的作者曾经到一个舞团去教导他们发声 跟他接洽的窗口是一位年轻的舞者 话不多,每次跟他询问设备的事 他都只以点头或摇头的方式来回答 等到最后一堂课,作者问他 你小时候有人陪你说话吗? 他说小时候因为爸妈很忙 所以把他丢给乡下的阿公阿嬷照顾 大人们都忙着务农,没时间陪他 身边也没有可以一起讲话的朋友 小时候的他的确是一个人安静地长大 说到这里声音便哽咽了起来 眼泪也哗啦啦地流下来 其实我们的字字句句都告诉你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或许表情跟眼神可以刻意伪装 但声音却忠实记录了一个人 一生所有的讯息 我们只要仔细聆听 就能听出背后的故事 所以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 为什么我的声音这么小声 佑晨在美国念法律博士,年近三十 是大家眼中的高材生 那天他穿着衬衫,戴着厚重眼镜 走进咖啡厅 一进门看到作者就远远点了头 没什么表情 佑晨的周围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框 把佑晨框在一个规矩的范围里 他的嘴角线条僵硬 说话很小声 加上语速又很快 听起来好像是在喃喃自语 讲没几句作者就问佑晨 你的声音是不是阻碍了你的表现 大部分的口试 是不是考了很多次才通过 佑晨惊讶地看着作者 他坦诚他的确努力很久 才通过很多的口试 也在这些过程中 自信心遭受了打击 显然刻意的压力 让佑晨感到身心紧绷 导致他的牙根咬得很紧 说话时也不太张口 所以音量搭不起来 这也造成听的人要很用力地听 才能理解佑晨到底在说什么 因此对佑晨产生了怀疑 你是不是很没有自信 所以音量才这么小声 于是作者建议佑晨 在嘴中盖一个音乐厅 为什么大声功可以帮助我们扩音 是因为我们的音量 需要一个空间 才能产生共鸣 所以讲话的音量要变大声 除了气本身要足之外 口腔的空间大小也是关键 我们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练习打十个哈欠 把上下二的肌肉全部松开 张口说话就会更容易 长久这样做 脸部的肌肉线条看起来比较放松 讲话自然会比较大声 第二个故事是 为什么我的声音听起来这么凶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面对不同人时 我们的声音自然会有变化 有人说从讲天话的语气 就能听得出来 他是在跟老板说话还是部署说话 对老板比较客气 不敢造次 所以听起来会有尊敬的味道 对部署比较偏重音 讲话直接强而有力 希望部署听话照做 所以我们在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状况跟气氛时 都会不知不觉地展现出不同的声音表情 所以说话没有表情 没有语调变化的人 简单来说是一种固执的表现 仲义是个大学教授 学富无居 只喜欢书 不善于跟人沟通 当学生有问题的时候 他只会用一种方式回答 学生听不懂的时候 他无法理解 为什么学生会听不懂 只会用更大声的方式 重复上课的内容 所以到了学期末 学生常在对他的评鉴上写下 上课无趣 教学没有方法 说话很凶 脾气也不好 让众议的课量减少不少 另一个例子是慧如 他的音量很大 但是很低沉 声音总是卡在喉咙 让人很有压力 慧如说话的每个字都很硬 很重 好像是拿着冲锋枪 在扫射对方 让听的人觉得被攻击 这样的声音问题 导致慧如在工作中 常被同事误会 认为他喜欢批评别人 不好相处 我们说话的声音表情 会给别人相对应的感受 有些人的语句很尖锐 像菜刀一样 咄咄逼人 有些人的声音很虚弱 让人觉得他很好欺负 所以过于不急都不好 我们可以试着在声音中 加入一些轻重的线条 所谓的重音 是强调出重要的字 比如父母在骂孩子的时候 一定是每句话都相当的用力 但若每次说话都习惯加重音 说起话来就会特别的累 也听不出重点 而所谓的轻音 是说话轻柔 让人没有压力 通常客服或是商务舱的空姐 比较会用轻柔的声音 安抚客人 但如果职场上 长时间说话都是过于轻柔 会让人觉得没有朝气 甚至太过懒散 我们可以让说话 像唱歌一样有线条 偶尔重 偶尔轻 这样我们的话语 就会有韵味 有情调 让人愿意听我们说话 第三个故事是 为什么我讲话会结巴 逸婷是位室内设计师 生十岁那年 因为父亲突然过世 她不得不借手公司当上老板 在此之前 逸婷是位到处流浪的浪子 所以这份工作对她而言 实在是太艰巨了 她一点都没有做好准备 她以往只要照顾好自己就好 现在却需要带领 三十个人的团队 在与人沟通的时候 她常常过于急躁 导致口急 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比如 我我我我觉得 这样 不不不不好 她自己觉得丢脸 但又因为着急 使得情况变得更糟 我们的大脑对于声音控制 相当的精密 过多的压力 就会造成舌头 嘴巴 喉咙 呼吸 交互当机 如果此时 我们的意念不想停下来 继续说话 就会造成一些无意义的坠字 或是重复一些单字 造成口急 或是有些人的头脑思考速度很快 常常跳跃 想到后面的事 再加上个性急躁 导致嘴巴还没把前一句说完 就想着要讲头脑里的话 以至于支支屋话不清楚 经过声聊之后 也发现逸婷在成长过程中 很害怕父亲的教导 因为她的父亲 常常很严厉地大声斥责 逸婷做得不对的地方 让逸婷在往后的日子里 会下意识地怀疑自己 是不是会说错什么 或是做错什么 会招来一顿责骂 导致讲话变得吞吞吐吐 许多的父母发现 自己的孩子说话吞吞吐吐 常会用 你怎么连一句话都说不好 你要不要等想好了再说 往往让孩子受到更大的压力 口急的情况就会更严重 对于讲话有结巴的人 作者建议大家可以放慢语速 加入挺顿点 我们可以把自己说话的速度 放慢成0.75倍 并在语句中加入一些顿点 这样就可以让头脑清楚思考 让嘴巴有充裕的时间 把话说出来 因为把话想清楚 说清楚 往往比讲得快要来的重要 其实不管职场或是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所使用的声音线条都不一样 面对不同情境 修饰自己的声音 绝对比修饰自己的用词更为重要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练习自己的声音 让声音有轻重缓急 情感共鸣 当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好听的时候 就会有更多人喜欢听你说话 祝福大家都能接纳自己的声音 喜欢自己的声音 尽而精进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请大家帮我把影片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剑人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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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